这一次行动我们必须要一击成功 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所以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做好了 十足地准备 耐心地等候 就像你们刚刚这种急躁的态度 只能破坏所有的行动 还有 以后谁再破坏纪律的话 就一律开除 有意见的举手 我 举手 我 我想说下面怎么办呀 那是下一个议题 接下来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我要考虑 我要了解 晚上再说 我们现在说的是地道 大家对这地道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想法都说一说吧 黄大明白是发坏的 他 他了解地道 说 说说 没有 现在必须得有 这是我们一击成功的最佳方案 这道远 这可不太现实啊 地道已经被掩埋了 挖通的话 需要工兵连啊 对啊 对啊 看来你们对地道没有更深的了解 也从来没有思考过 一线是处于平原 在那儿的大户人家 都是把东西藏在地道里 城内通往城外 有上百条地道 上百条啊 我 我想起来了 地道 地道是 是通的 对啊 通的 对啊 对啊 只要我们在宪兵队附近 找到一条 那就有可能 都醒过门来了 来吧 看看县城的地道图 这是我们要走的地道 在城内会跟五条地道来相会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集中注意力 在这个上面 想出更多的办法 指导员啊 感情这一事 就你一人在办事事 我鼓大力服了 服了 小慧姐 对不起啊 听命令 王盛民 有 有 由你来负责打通地道 是 其余的人 去世家王家 是 所有的心房 你都没有 你他娘的还有什么招 都跟老子使出来吗 看来你的皮肉 是筋得住折磨 但是 不知道你的心里 是不是也这么抗击打 你可以试试 那我们就试试 我已经在全城 张听了告示 明天中午 在县城公开打折瓶里 我想 你的手下 不会坐视不惯 你放心吧 我的人 绝不会自投了谎的 你们很讲义气 讲义气就一定会来 我会统统地把他们抓住 带到这个地狱 在你面前 让他们受尽周 一个一个痛苦的子军 那就是一幅多么美丽残酷的情形 你遇心何人 不有权 你 eagle 你偶尔 只要你交出麒麟亭 我保证让你走出这个地狱 你那同伴 也不用为你 白白地送死 没有一天的时间 Books 日本人要枪毙乔记山 没错 今天一大早 满城贴的都是告示 还有传单 看这意思 日本人已经拿到麒麟铁了 我看未必 如果他们真的拿到了麒麟铁 还有必要满世界嚷嚷 要枪毙乔记山吗 我看他们是请君入温 请谁入什么 请 有时间你还是多看看书吧 我再睡一会儿 先生 谁他妈的 太君 您怎么来了 这手下送来的 我正是为此事而来 需要你当一次说客 说服乔记山 太君 您觉得我的话 乔记山他能听吗 他当然不会听了 但是 他会听张晓慧的 我得明白 明白 慢点 就是那个童用心那个 来 出来跳套戏 真新鲜 在里面都快憋死我了 达林 你去门口看着点 我有几句话想跟亮亮说一说 又要批评我 我 不是批评你 就是跟你聊几句 坐着 我想跟你说一说 计删的事 你还敢来见我 没办法 我始终是慈悲为怀 我是来救孩子的 计删啊 你这又是玩了什么把戏 不信我 但是我必须得跟你说实话 今天刚一进门 我差点被蒙炼人给挤了 那是你作孽太多 家里藏着抢来的金银财宝太多 时间紧 我没工夫跟你斗策 但是我告诉你 来的人可是为了你意义 为了我 是谁 我一说你就知道 其中有两个人 是你的 一个叫张晓慧 一个叫薛亮亮 还蒙着面真是多余 他们就是烧成了花 我都能看出来 你是说张晓慧和薛亮亮 大白天地闯到你们家里去 对 他们抓住你还没有杀你 对 骗谁呢 我没骗你 我也知道你不信 看看 他们是为这个来的 张晓慧 给我做了半天的工作 一直宣传八路的政策 他让我到那一天 留个坑子 他们叫结果成 这不是不要命吗 对啊 你说得太对了 他们就是不要命 这不是找死吗 我真奇怪了 我们的人找死 你应该高兴啊 你 你找什么棋啊 行 到了这结果眼 你还不信任我 我实话告诉你 我在日本人呢 根本就不是他们信的人 他们也就把我当个陪葬的 你是不知道 他们前脚走 日本人后脚就到了 而且告诉我 一定按照张晓慧说的办 你想想 一旦到了那一天 他们把小杠炮支起来 那么一招呼 那可是玉石俱焚 那可是玉石俱焚 不可能 他们不会那么杀 乔介绍 我今天才知道 什么叫多情女子 富心汉 想想两个女孩真可怜 她冒着生命的危险 愣往我家里闯为了救你 可如果他们知道 要救的人居然是这么一个 没心没肺的东西 他们得伤心死 说你实在话 我看出那两女孩的心啊 对你 真是一片真情 金山 听我一句句 绝情未必 真丈夫 我们打小一块长大 从来没有分开过 不过我也没指望她娶我 我就想好了 就算她将来娶了你 我一样给她当跟班 伺候你呀 越说越没个样子了你 我说的是真话 我真的伺候你俩一辈子 如果将来有一天 你俩要实在看不下去的话 你笑什么 可笑吗 你是不懂我们俩的情分 小猫小狗羊几年都不舍得 更够跨我们二十多年的感情 她翻个白眼 我就知道她动什么心思 打个宝格 我就知道她肚子里装了几碗米饭 那你知道她现在在想什么吗 不知道 她要是知道我们明天的事 一定是在担心我们 我们俩最后能够怪我 她已经死了 她很可爱 幸福 我们俩最后能够 我们俩最后能够 那我现在已经看到了 我现在还是要 这个男人 我现在要不会 多么的孩子 我们俩最后能够 这边是 不英国 你还可以 最后能够 我现在去 所以我我们很想 肚子 结果啊 我这些年 经历了不少事 我这心里最放不下的 就是这俩女孩 他们两个人的亲爹临走的时候 把他们两个人都托付给了我 亏你还在 可你现在呢 却不能保护她了 方而让两个姑娘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你 我真弄不明白 你在他们面前 你还算个男人 这俩女孩的亲爹都死在你的手里 我真是想替他们报仇亲手杀了你 我恨我自己 你也恨你 恨我可以 恨你自己就没必要了 我现在倒是想 你如果真是个男人 就拿出点男人的气 偷点本钱 把两个姑娘给保护起来 你想想 人家当年的吴三桂 称管一笔 魏宏颜 你就是个罕见 你说来说去 你还是拿罕见说事 好 时间紧 我没工夫跟你斗闷子吧 我可告诉你 现在两个姑娘可站在火坑的边上 你是看着他们往前跳 你还是伸手把他们救上来 他们的命可都在你手里 你给我个痛快话 老子今天就给你一句痛快话 你听清楚了 说 张晓慧和薛亮亮是我的战友 他们来救我 如果成功了那叫胜利 如果失败了可以再来 如果说光荣了 那叫牺牲 老子该说的都说了 别在这儿磨磨唧唧的 滚 瞧紧谁 你等着 小晓慧 你也不动回的时候 小慧姐 明天那法场我去接 我在会上说了那么多 你都没有明白是吗 这是小鬼子给我们挖的坑 等着我们去跳呢 小慧姐谁都不傻 可这坑了要是不跳的话 我一辈子都不能安生 亮亮 有些事情我想跟你说一下 我跟吉珊 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 什么是恋爱关系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他爱我 我也爱他 我知道 吉珊哥喜欢你 我妈你说 从你们救赎我的那天起 我才发现吉珊对于我有多重要 我也是从那天起 才渐渐地明白 什么是幸福 我之前也有跟吉珊说过 我说 我们要早一点 把日本鬼子给他赶出去 这样就有了太平的日子 我们就可以在团里 一起作战 一起来面对生活 这些天其实说长也不长 说短也不短 我其实跟你们一样 我真的好想赶紧去罚场 把他给救回来 可是我的理智告诉我 我不能 这几天晚上我都没有睡好觉 我每天半夜醒过来 我都会想起他 可是到了天亮的时候 就会告诉我自己 我要冷静 我还是一名指导员 我还要带着一批人去战斗 所以我只能把我这种思念 压在心里 我说这些你能明白吗 嗯 亮亮 我们是八路军 就要守八路军的规矩 当你明白了这些规矩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很多的事情 也会知道金山是怎么想的 他希望的是什么 他想什么 他在想我们 他在看着我们 他希望我们能够 理智地去面对问题 能够破解出哪一些 是敌人的阴谋 正确地来对待事情 我们都爱他 所以不能让他失望 他 他 乔记山就是茅房的石头 他们又臭又硬 他 既然劝响无效 你就费心地想一想 怎么样才能确保 乔记山的手下来接心场 这对我很重要 哎 樱木将军看着 我不能白白地演这场戏 我得明白 我得明白 你 你 对 你 还 我得明白 此外 Ones 这 不是 不 你 你 好像 我相信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都会跟我一样 只是一个衰败的国家 当于亡国英雄 毫无意义 我们大日本帝国 很看重你这样的在军 你就是拍我的马屁 你这话老子也不爱听 谁说中华民族是什么 是一个衰败的民族 现在长生吗 我们大日本帝国 已经占据了你们半壁江山 你们这些残兵白家 还有什么可吹嘘的 那我今天得好好的给你上上课 从古至今 中华民族每一次到了危机的关头 它都会像凤凰涅槃一样 得到重生 得到忠心 我的祖国 是一个有着极其顽强 生灵力的国家 小日本就不一样了 这仗打得 已经让日本国山穷水尽 要不然你怎么会来 盯住我的麒麟铁 你无非是享用西陵 来扩充你们的军飞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即使你杀了我 杀了我们 你也不会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 要是我拿着枪 对着你心爱的女人 亲密的朋友 你还会这么放肆吗 如果说真的有那么一天 你会特别地难过 可是不管怎样 你都不会告诉你七零铁的下落 你不是个强力气的人 你的朋友会鄙视你抛弃你 在我们中国 有一句古话 大丈夫舍小翼而取大意 我的朋友们都是抗日战士 他们一定会更加地理解我 尊重我 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着 你的同伴一个一个死去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龟太郡 让他投入地牢 让他当他的英雄 是 上会的 客官 二两白干 好嘞 二两白干 一份驴肉 马上来 没有人跟他弄完 没有人跟他弄完 有什么新的情况 没什么东西 如果正要枪毙人 火防头一天会接到单子 一是作弹刑犯 而是取消宋范铭额 这会儿都没有 那就是说现在还没有杀 乔记山的具体行动 不过仁义关入地牢 跟我们估计的基本能 那你先走吧 有什么新的情况 咱们随时联系 好的 好 谢谢 他们今天没有杀 乔记山的打算 真的 有这消息我就放心了 咱俩休息一会儿吧 中 中大发现 通 通 通往县兵队的地道找不到了 自可惜啊 丧到 被青森班给封了 咱们进屋说 我 我 什么 那个御厨是奸细 就是他 他 向外边送的情报 我杀了他 那 太阅 您先别急 您不是怕 拔路不来劫星场吗 所以我建议 您做个假象 让他们再往外 送一条假情报 那咱们的目的 不就达到了吗 秦森 秦森 你离了一大功吧 谢黄警夸奖 卫中夸警信号 发生什么事了 清光公庙 呆勒突然下来了 真要抢上萧继山 我马上赶回朱棣 通知团长 明天咱们就准备行动 等等 敌人肯定现在也是这样想的 我们绝对不能现在去县城 这样的话会伤亡非常大 必须要另外想办法 还想什么办法呀 地道 你赶紧去通知武功队的人 快去 好 我刚刚接到情报 日本人 有可能会枪笔乔机身 你不说不会吗 我也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看来我们现在只能依靠这个地道了 我要布置一下下面的任务 是 罗夫贵 有 马上撤回朱棣 怎么了 你是团里唯一留过洋的人 会说日本话 还会开汽车 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将来在战场上 一定会有更大的作为 今天我们这突击队 行动如果失利了的话 重建的任务 就由你来承担 也对 也算是给我们一团留个根 来 指导员 你把我罗夫怪当什么 罗夫 逃兵 怕死鬼 能参加突击队的 就没有怕死鬼 人尽其才 物尽其用 这是一团的规矩 也是为了能够让你 更好地发挥你自己 请你服从命令 这个命令 我不服从 夫官 这导言说得对 咱得留个宠啊 你走吧 我不走 谁给你走 谁走 你走吧 我给哥求你了 你走吧 你算是给我们大家 留个念想 一定要替我们报仇啊 呸呸呸 副 副官 别 别听这丫头瞎说啊 哥们这个命 命硬着呢 你 你 你先回去 给我们问好酒 等我们啊 就是 就是 副官 咱每次 不都是逢兄话急吗 放心吧 走 走 放开我 你们都不把我当兄弟 罗副官 你还是不是八路军战士 是八路军战士 就要服从上级的命令 不是任务吧 大力 顺铭 带上炸药 勘查一下出口的位置 薛亮亮 侦查一下厢兵队的周围状况 两个小时后 大家在这集合 是 是 走 我 我一直都在跟你们强调记录 可是今天我要说 八路军也有义气 能和你们一块战斗 是我张晓慧永远的叫好 报告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也要非常骄傲 你 不服从命令 我只服从我内心的命令 救兄弟 救童子 入列 是 是 都准备好了吗 好 出发 是 图护线 准备 装弹 发射 发射 再发射 大力大炮 可能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 大力要攻打谁成万 到 不准备 几山科 几山 几山科 几山 你醒醒啊 几山科 几山科 撤 出来 老爷 衣服准备好了 走 快走 快走 快快快 带领第一第二小队 全程搜捕 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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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吧 我没有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几山 几山 几山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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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笑了 你让他歇会儿 别笑了 他现在在发高烧 没事儿 没有发现全之战 八个 全程搜捕 挖地三尺 也要把他抓住 追 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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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我们吃点东西好不好 快请 快请 来 各位 这就是县层里面 最有名的范大夫 范大夫 快快快 瞅瞅 瞅瞅 准备后事了 老头儿 胡说什么 说句实话就老头儿了 大夫 大夫 大人有大量 不要跟小姑娘一般见似 你跟我们好好说说 她到底怎么样了 不知道受了什么折磨 寻常人也爱不到这会儿 晚了 余毒作生了 你们看 她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 以老朽之鉴 恐怕她是回不来了 大夫 大夫 你可一定要求求她 她可是抗日的大英雄 快救手 救手 救不了啊 大夫 您看 既然你已经来了 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呀 对对啊 您得开个方子吧 开也白搭 还是免了吧 老头儿 治不了病 救不了命 还这么多废话 你别想走了 达力 你干什么呢 今天是李星达的老头 我怕把她放了 她要鬼子从无冒进咋办 小伙子 救不了英雄 我脸上也扫过了 你就别扎扎了 小老儿没有本事打鬼子 和我分得清黑白 知道个对错 变得名相处 不让我走 我就多待会儿 不过 我给你们指他名道了 还是找西医 试试吧 富哥 送老爷子出去 谢谢大夫 好 大夫 请 重重包围之下 你让乔治山跑了 到手的麒麟铁飞了 你如何向天皇陛下交代 自裁谢罪吧 自裁谢罪吧 慢 义木将军 我替景商军求个情 景商军对于义县的情况 非常地熟悉 请让他戴罪立功吧 那信你三天 抓住乔西山 查出麒麟铁的下落 否则 严惩不带 派 三天里内抓住乔西山 谈何容易 我就是要逼他 中国有句俗话 拖得及了 还咬人